在男同事家发现自己的老婆 该怎么办 什么呀 这位啊 是我请来照顾我老婆的保姆 做饭啊 特别好吃 等会儿一起尝尝啊 小宝醒了 我去看一下 来里边坐 哎 儿子 你不是去一同事家吃饭了吗 怎么气冲冲的回来 别说了妈 你都不知道我刚才有多尴尬 春娇竟然跑到我同事家 帮人家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你说都是为故意的 在自己家不够跑到人家家做 儿子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他在外面做 那是工作 有报酬 有最基本的尊重 在咱们家呢 他做的这些都是义务 还有啊 你给人家最基本的尊重了吗 老公回来了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油门大虾 王冲娇 你天天在家怎么洗的衣服 我今天开会都得东倒批评了 说我不注意个人卫生一身的味儿 咱们家洗衣机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洗出来的衣服总是一身味儿 回头我给你手洗吧 吃饭吧 不是 这过五六个虾你个人谁呢啊 我天天工作这么辛苦 一个月给你两千块收我费 你就不能给我吃点好的 最近活虾太贵了 你吃吧 我不是 哎 妈 你坐着 让他去 干活干他干啊 妈 你吃吧 去看小孩子 妈 我才是您亲儿子 您不帮我这个挣钱的说话 帮起花钱的来了 挣钱的挣个萝卜 这管家过日子呢 要把这一个萝卜 填满八个坑 现在春节要出去工作了 你看看咱们家 还跟之前一样吗 我去哄孩子 你自己啊 好好想想 妈妈的话 让我突然间意识了 从老婆上班以后 饭不再到点就能吃到 家不再每天都干净整齐 就连衣服啊 也不再自己变干净了 原来一直是我在消耗 她对这个家的付出 老婆 你回来了 累不累啊 挺好的 对了 咱们家洗衣机 不是洗出来的衣服 老有味吗 我看你那个同事家 日常就用这个做清理 我也买了两瓶回来 赶紧试试 洗衣机还需要清理啊 当然了 这洗衣机如果长时间不清洁 衣服不仅越洗越脏 有一股味道 穿在身上呢 还会发痒 起红点 那我现在就去用了 我带你去 把这个直接倒进去 打开任意洗衣模式 清洗半个小时就行了 这种清洁剂 专门添加了除菌剂 而且它是液体的 能够深入夹层清洗 提完交线夹层明亮入心 杀菌率高达99.9% 就算是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也能清洁干净 每个月像这样 清洗一次 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 洗出来的衣服 闻起来还有股淡淡的清香 真的没有味道了 还香香的 老婆 还是你厉害 老婆 以前是我没有体谅你的辛苦 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对了老婆 这清洁剂真不错 你在哪买的呀 点击头像 进入直播间就能够买了 还有现实优惠哦